欢迎来到走马观臣的频道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敬请点赞加订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白华版史记 众尼弟子列传 原著司马迁 孔子说跟着我学习的学生中 精通六亿的弟子有77人 他们都是才能出众的人 其中在道德行为方面出众的有 颜渊 民子迁 染伯牛 重工 擅长行政事务的有 染有 记录 在言辞口才方面突出的有 载我 子贡 擅长文献点击的有 子游 子夏 而专孙偏激 增身迟钝 高柴愚笨 重有粗鲁 言会经常贫穷 端木次不接受天命而去经商 但是他预测的行情 竟然经常是准确的 孔子所尊敬和推崇的人 在周朝是老子 在魏国是瞿博王 在齐国是雁平仲 在楚国是老来子 在郑国是子产 在鲁国是孟公辍 他经常称赞赃文仲 柳夏慧 童笛薄化 借山自然 孔子的出生时间比他们都晚 不是同一时代的人 言会是鲁国人 自子渊 言会比孔子小三十岁 言渊向孔子询问人德的含义 孔子说 约束 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言行 使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归附礼仪制度 那么天下的人都会称到 你是有人德的人了 孔子说 言会是多么有贤德的人啊 只是一小炷筐饭 只喝一瓢汤 住在简陋的小巷里 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困苦 言会却不改变自己 向到好学的乐趣 言会在听我收夜时 像个愚蠢的人 下课后观察他私下的言行举止 他也能够刻意发挥了 言会其实不愚蠢 认用你的时候就身体力行 不认用你的时候就隐藏起来 只有我和你 才有这样的处事态度啊 言会在29岁那年 头发已经全部变白了 死的时候还很年轻 孔子哭得非常悲伤 说 自从我有了言会 学生们对我越来越亲近了 鲁埃公问 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 孔子回答说 有一个叫言会的最好学 他从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 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不幸的是 寿命很短 如今已经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 鲁埃自子谦 鲁埃比孔子小十五岁 孔子说 鲁埃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啊 他侍奉父母 顺从兄弟 别人在他父母兄弟面前 都不能说离间的话 他不到清大夫那里做家臣 拒绝济世的委任 他曾经说 如果再有人来征召我的话 我一定逃到问水北面的骑国去 阮庚自伯牛 孔子认为他有德行 伯牛得了麻风病 孔子前往探望他 在窗户外面握住他的手 说 这是命运啊 这样的人 学得了这样的病 是命运啊 阮庸自中公 中公向孔子询问 如何处理正事 孔子说 出门去办事 要表现得好像会见贵婢一样 千功有礼 以示百姓 要如同去承办隆重的祭祀一样 虔诚谨慎 这样 在诸侯的封国里任职 就没有人怨恨你 在清大夫的嘉义里任职 就没有人怨恨你 孔子认为 中公在道德行为方面有成就 说 阮庸 可以让他做清大夫一样的官 独当一面 同龄一方 中公的父亲 是个地位卑贱的人 孔子答比方说 耕牛所生的小牛 长着纯红色的毛 两脚长得周正 即使不想把他用作祭品 难道山川的神灵会舍弃他吗 阮囚 自自有 比孔子小29岁 曾担任过季孙氏的家载 季康子询问孔子说 阮囚称得上仁德吗 孔子回答说 拥有千户人家的诚意 拥有百辆冰车的清大夫之家 可以让阮囚去管理那里的兵妇 至于他称不称得上仁德 我就不清楚了 季康子又问 孔子路称得上仁德吗 孔子回答说 与阮囚一样 阮囚问孔子说 事情已经听说 就应该马上行动吗 孔子说 听到了就行动 孔子路问 事情已经听说 就应该马上行动吗 孔子说 有父亲 兄长健在 怎么能一听说 之后就马上行动呢 子华对此感到奇怪 说 我冒昧地问一下 为什么相同的问题 却有不同的答案呢 孔子说 染球做事 未做多虑 所以我要勉励他 仲游做事 好胜争强 所以我要抑制他 仲游 自子路 是辩德人 仲游比孔子 小九岁 子路生性粗朴 好常用斗力 心底刚强直率 头上插戴公鸡的羽毛 身上佩戴公珠型的食物 曾经侵虐过孔子 孔子就施行礼教 逐渐诱导子路 子路后来穿戴如生的衣帽 带着拜师礼物 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 请求成为孔子的学生 子路向孔子询问正事 孔子说 自己先为百姓做出榜样 然后才能使百姓辛勤的劳作 子路请求进一步的详细解答 孔子说 不疲倦地持之以恒 子路问 君子崇尚勇敢吗 孔子说 君子最崇尚的是道义 君子只崇尚勇敢 不崇尚道义就作乱 小人只崇尚勇敢 不崇尚道义就会做强盗 子路听到一件事 还没来不及去做 又唯恐听到另一件事 孔子说 只听到片面之词 就可以决断案子的 恐怕只有中游吧 中游崇尚勇敢的精神 超过了我之所用 就不适用了 像中游这种性情 不会得到山中 穿着用乱麻绪做的破旧的袍子 和穿着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 而不感到羞愧的 恐怕只有中游吧 中游的学问 就好比登上了正厅 可是还没能进入内室 季康子问孔子 中游有人得吗 孔子说 拥有一千辆冰车的国家 可以让中游来管理那里的军政事务 至于他有没有人得 我就不清楚了 子路喜欢跟随孔子出游 曾经遇见长举 结腻 扛着竹筐的老人家 子路坐济孙室的家载时 济孙问孔子道 可以说 子路是德才兼备之臣吗 孔子说 可以说是后背冲树之臣了 子路要出任蒲翼大卡 向孔子辞行 孔子说 蒲翼这个地方 有很多勇武之人 有很难治理 然而 我告诉你 宫谨和千敬 就可以驾驭勇武的人 宽厚和清正 可以使百姓亲近 宫谨 清正 而社会安静 就可以报效上司了 当初 魏林公有个受宠的激较男子 魏林公的太子 愧愧曾得罪过他 害怕被他谋害 就逃到了国外 等到魏林公死了 而夫人男子 想要立公子颖为王 公子颖不肯接受 说 太子虽然逃亡了 但太子的儿子 这还在国内 于是 魏国立之为国君 这就是魏楚公 魏楚公继承王位十二年 他的父亲 愧愧一直居住在国外 不能回来 这是 子路担任魏国大夫 孔魏的才艺的长官 魏魏却和孔魏一起作乱 想办法带人进入孔魏家里 就跟他的党徒 去袭击魏楚公 魏楚公逃到了鲁国 魏魏于是回国即位为王 这就是魏庄公 当孔魏作乱时 子路还在外面办事 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赶了回来 正好遇上 子高从魏国的城门出来 子高对子路说 魏楚公逃走了 而城门已经关闭 你应该返回 不要白白地为他遭受祸殃 子路说 我吃着他的粮食 就不能回避他的危难 子高最后还是离开了 正赶上有个使者要进城 城门被打开了 子路就跟着进了城 子路来到溃溃的住处 正好溃溃和孔魏登上了孔宅内的高台 子路说 大王哪里用得上孔魏 请让我把他杀死 溃溃不听从他的劝说 于是子路要放火烧台 溃溃很害怕 就让石起和胡眼到台下去攻打子路 斩断了子路的帽带 子路说 君子就是死 也不能让帽子掉下来 说完系好帽带就死了 孔子听说魏国发生作乱的事 说 哎呀 众游死了 不久 果真传来众游的死讯 所以孔子说 自从我有了众游 恶言恶语的话 再也没有听到过 这时候子共正替鲁国到齐国出事 载语 自子我 他口齿伶俐 善于言辞 接受孔子教授的学业后 说 一个人在其父母死后要扶桑三年 时间不是太长久了吗 君子三年不惜礼仪 礼仪必定会败坏 三年不演奏音乐 音乐必定会荒废 陈良既然已经吃完 而新雇已经成熟了 取火用的木头已经换过 扶桑一年也就可以了 孔子说 只守桑一年 你能够心安吗 载语回答说 心安 孔子说 你既然感到心安理得 你就这样做吧 君子在扶桑期间 即使是吃了美味的食物 也感觉不到甘甜 听到动听的音乐 也感觉不到愉快 所以 君子才不这样做 载我于是退了出去 孔子说 载语不是一个人人君子啊 孩子生下来三年 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 为父母守孝三年 是天下共同遵循的礼仪 载我白天睡觉 孔子说 无法用腐朽的木头进行雕刻 污秽的墙壁 是不能再粉刷了 载我询问五弟的德行 孔子说 你不是问这种问题的人 载我担任齐国林姿的大副 同大臣田长一起发动叛乱 因此被灭族 孔子对此感到耻辱 端木刺 使魏国人 自子共 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共口齿凌厉 擅长辞辩 孔子经常被他辩得理屈词穷 孔子问子共 你何言回比 谁更强 子共回答说 我哪里敢与言回相比呢 言回得知一个道理 就能推导出十个道理 我得知一个道理 只能推导出两个道理 子共完成学业后 问孔子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孔子说 你就像是一个器皿 子共说 什么样的器皿 孔子说 宗庙祭祀是盛放蜀祭的狐脸 臣子勤问子共说 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到的 子共说 周文王 周武王的人一知道 并没有完全丢掉 还在人间流传 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的作为主干的大道理 不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细枝末节的小道理 周文王 周武王的人一知道 无处不存在 先生在哪里都能学习 而且哪里又需要固定的老师呢 陈子勤又问 孔子到了一个国家 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正事 这是请求别人告诉他的 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 子共说 先生是依靠温和 善良 恭敬 简朴 谦让的美德得来的 先生这种求取方法 不同于一般人的求取方法 子共问孔子说 富裕而不骄纵 贫穷而不谄媚 这样的人怎么样 孔子说 行是行 但还是不如 虽然贫穷 却乐于恪守圣贤之道 虽然富裕 却能处世千功有礼 田厂打算在齐国叛乱 却害怕高士 国士 暴士 和艳士的势力 所以想调动他们的军队 去攻打鲁国 孔子听了这个消息 对他门下的弟子说 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 是养育我们的国家 国家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 你们几个人 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 子路请求前去 孔子阻止了他 子章 子时请求前去 孔子也不答应 子公请求前去 孔子答应了 子公于是出发了 来到齐国 游说田厂说 您攻打鲁国的计划失误了 那鲁国是很难攻打的国家 他的城墙不而矮 他的户城何宅而浅 他的国军愚昧而且不仁 他的大臣虚伪而且无能 他的士兵和百姓都厌恶打仗 这样的国家不能与他交战 您不如去攻打吴国 吴国 他的城墙高而厚 他的护城何块深 士兵的铠甲坚固而崭新 他的战事经过了挑选 而人员充足 人才和精良的武器都在其中 又派遣贤明的大臣守卫他 这样的国家是容易攻打的 田厂听得非常愤怒 脸色一扁 说你认为困难的是别人认为容易的 你认为容易的是别人认为困难的 你用这些话来指教我 是什么用心呢 子宫说 我听说过这样的话 忧虑来自于国家内部的 就攻打强大的国家 忧虑来自于国家外部的 就攻打弱小的国家 如今 您的忧虑是来自于国家内部的 我听说您三次求疯 但三次都没有成功 是因为有的大臣不听从命令 现在 您要攻占鲁国来扩大齐国疆域 如果打胜了 您的国军就会更加骄纵 打败鲁国 使得齐国的大臣更加受到尊重 然而 您的功劳却不在其中 那么 您和国军的关系就会一天天疏远 这样 您对上是国军产生骄纵的心理 对下是群臣放纵无稽 想以此成就大事 太困难了 国军交纵就会随心所欲 群臣交往就会争权夺利 这样对上与国军有矛盾 对下与大臣互相争夺 像这样的话 您在齐国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所以说 攻打鲁国不如攻打吴国 攻打吴国 如果不能取胜 百姓战死在国外 大臣率兵在外作战 国内空虚 这样您在上没有强臣对抗 在下没有百姓责难 能够孤立国军 控制齐国的就只有您了 天长说 好 虽然如此 但是我的军队已经开赴鲁国了 现在从鲁国撤离 而进兵吴国 大臣们会怀疑我 该怎么办 子宫说 您按兵不动 不要发动进攻 我请求出使吴国 让他出兵援助鲁国 而攻打齐国 您就趁机出兵迎击他 田长采纳了子宫的建议 派子宫南下拜见吴王 子宫游说吴王说 我听说 施行王道的国家 不能使诸侯国灭绝 施行霸道的国家 不能让另外的强大敌人出现 互相抗衡的千军重量的双方 无论在哪一方 加上一珠一两 就会出现重心的疑味 现在拥有万辆兵车的齐国 企图独自占有 拥有千辆兵车的鲁国 来与吴国一争高低 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 况且去救援鲁国 是显阳声明的事情 攻打齐国 是可以获得大力的事情 以此来安抚四水以北的诸侯 以讨伐强暴的齐国来振服强大的晋国 没有比这样做 而获得更大利益的方法了 名义上保存即将灭亡的鲁国 实际上阻恶了强气的扩张 聪明的人是不会犹豫不决的 吴王说 好 虽然如此 可是我曾经与越国交战 把越王逼退在快吉山上 越王自己吃苦耐劳 而且战士受到优待 又报复我的意图 您等我攻打了越国后 再按您的计策去做 子贡说 越国的实力还比不上鲁国 吴国的强大也比不上齐国 大王把齐国搁置在一边 而去攻打越国 倒是齐国早已平定鲁国了 而且 大王凭借保存和延续 即将灭亡的国家的名义 攻打弱小的越国 却害怕强大的齐国 这不是勇敢的表现 勇敢的人不回避奸男险阻 仁慈的人不是受约束的人陷入困境 聪明的人不会失掉时机 称王的人不会让一个国家从世上灭绝 凭借这些来树立他们的道义 现在通过保存越国来向诸侯显示您的仁德 通过救援鲁国 攻打齐国来给靖国施加压力 各诸侯国一定会竞相来朝建吴国的 这样称霸天下的大业就成功了 大王如果真的畏惧越国 我请求东去会见越王 劝说他出兵追随您 这样做实际上可以使越国空虚 名义上是追随诸侯讨伐齐国 吴王非常高兴 于是派遣子供前往越国 越王清扫道路 到郊外迎接子供 轻自驾车到子供下榻的管舍询问道 这里是不开化的蛮一小国 大富为何郑重其事的 须尊光临此地 子供说 现在我已经劝说吴王去救援鲁国 而攻打齐国 他心里想要这么做 但担心越国 说等我攻向了越国之后才可行 如果这样 越国被攻克是必然的了 何况没有报复他人的企图 而使人怀疑他是笨拙 有报复他人的企图 而让人发觉了是失败 事情还没有作而消息先传出去 是危险 这三种情况 是办事情最大的祸患 据见福帝叩头败了两败 说 我曾经自不量力 竟和吴国交战 因而被困在会计山上 对吴国恨辱骨髓 早晚唇交舍干 只打算与吴王一同赴死 这就是我的愿望 于是询问子供 子供说 吴王为人凶狠残暴 大臣们难以忍受 国家因为频繁的战争而十分疲蔽 士兵们无法忍受 百姓怨恨君上 大臣们发生内讧 吴子虚因为执剑而被诛杀 太宰匹之掌正是迎合国军的错误来保存自己的私利 这是国家将要灭亡的政治局面 现在大王如果能出动军队帮助吴王来鼓舞他的志向 用贵重的宝物来获取他的欢心 用谦卑的辞令来尊重对他的礼仪 那么他攻打齐国就必定无疑了 如果那场战争不能取胜 就是大王的福气了 如果取得了胜利 他一定会率领部队禁逼禁国 请让我北上朝鲜禁军 劝说他共同攻打吴国 一定能削弱吴国的势力了 吴国的精锐部队 全部消耗在齐国 主力部队被牵制在禁国 大王就趁吴国疲悲交困的时候去攻打他 这样一定能灭掉吴国 岳王听了十分高兴 答应按子贡的计策出兵 岳王赠送给子贡一百亿黄金 一把剑 两只好毛 子贡没有接受 接着上路了 子贡回报吴王说 我郑重地把大王的话告知了岳王 岳王非常惶恐 说我很不幸运 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又自不量力 得罪了吴国获罪 以至军队被打败 自身也受到屈辱 栖息在快积山上 国家成了荒凉的废墟 幸得大王的恩赐 使我还能够捧着祭品 祭祀祖先 这些恩德我至死也不敢忘怀 怎么还会另有图谋呢 五天后 岳国派遣大副文种 对吴王府邸叩头说 东海一世之臣 巨见派遣使者文种 冒昧上言 大王下属向大王质疑问候 近来私下听说大王将要振兴大义 派遣大义之师诸法强暴 拯救弱小 围困残暴的齐国 而安抚周王朝 请允许出动越国境内全部军队三千士兵 巨见请求亲自披着铠甲 手执锐气 甘愿冒着箭矢的危险 冲锋陷阵 因此派越国背剑的陈子文种 进献祖先珍藏的宝器 铠甲二十件 孵越和驱鲁矛 布光剑 用来做贵军官兵的贺礼 吴王听了非常高兴 把文种的话转告给子贡 说 岳王想亲自跟随我讨伐齐国 可以吗 子贡说不可以 使人家的国内空虚 禁用人家所有人马 又要让人家的国军跟随您出征 这样做不合道义 大王可以接手他的礼物 允许他派出军队 但拒绝他的国军随行 吴王听从了子贡的意见 就辞谢岳王 于是吴王就调动了九个郡的兵力 去攻打齐国 子贡便离开吴国前往晋国 对禁军说 我听说 不是先谋划好计策 就不能应付仓促的变故 不是先治理好军队 就不能够战胜敌人 现在齐国与吴国即将开战 如果齐国打败了吴国 越国一定会趁机扰乱吴国 如果吴国战胜了齐国 吴国一定会率领他的部队 逼近禁国边境 禁军非常恐慌 说那该如何是好 子贡说 整理好兵器 修养士卒 等着吴军到来 禁军答应了 子贡离开晋国 前往吴国 吴王果然与齐国军队 在爱陵作战 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 俘虏了七个将军的兵马 而不肯班师回国 接着率领军队逼近近国边境 与近国人在黄池相遇 吴国和晋国双方争强斗胜 晋军攻击吴军 大败吴军 岳王听到这个消息后 于是渡江去袭击吴国 以直打到距离吴国都城 七里远的地方 才安营扎寨 吴王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离开晋国返回吴国 与岳军在五湖一带作战 吴军三次交战都失败了 结果城门失守 岳军就包围了王公 杀了吴王夫差 和他的相国 灭掉吴国三年后 岳国在东方称霸了 所以子贡这一次出使 保存了鲁国 扰乱了齐国 灭掉了吴国 使晋国强盛 而使岳国称霸 子贡一次出使 打破了各国就有的局势 十年之中 齐、鲁、吴、晋、越五个国家的局势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子贡喜好经商 贱买贵卖 根据时机 随时转换货物资财 他喜欢包养别人的优点 不能隐瞒别人的过失 他曾经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宾相 家财累积达到千金 最后死在七国 鲁鲁是吴国人 自子游 鲁鲁比孔子小 四十五岁 子游完成学业以后 出任武城的长官 孔子路过武城时 听到弹奏管弦 演唱诗歌的声音 孔子微笑着说 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 子游说 从前我听先生说过 君子学习了礼乐之道 就会爱护他人 小人学习了礼乐之道 就容易被意识 孔子说 学生们 演演的话说得很对 先前我说的话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孔子认为 紫游熟悉文献典籍 补商 自子夏 补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 子夏问 娇美的笑容 酒窝深深多好看 美丽的眼睛 黑白分明多名彻呀 仿佛洁白的声卷 染上了华丽多彩的图画 这三句诗说的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 绘画这事情 要先诗无彩 然后彩上白色 子夏说 是不是礼仪 也是产生在 仁义之后的事情 孔子说 补商 现在可以和你讨论 诗了 子宫问 专孙诗与补商 谁更闲呢 孔子说 专孙诗做事有些过头了 补商做事达不到要求 子宫说 这样就是专孙诗强一些吧 孔子说 做事过头和达不到要求 同样是不完美的 孔子对子夏说 你要做一个有才德的读书人 不要做一个浅薄不正派的读书人 孔子死后 子夏住在西河教授学业 担任卫文侯的老师 他的儿子死了 他因此将眼睛哭下了 专孙诗是陈国人 自子张 专孙诗比孔子小48岁 子张询问 如何谋取官职获得俘怒 孔子说 多听 对疑惑未解的问题 要保留在心中 不要妄加评论 对其余有把握的问题 要谨慎地谈论 就可以少犯错误 多看 对疑惑未解的问题 要保留在心中 不要妄加评论 对其余有把握的事情 要谨慎地施行 就可以减少悔恨 言语少过诗 行为少悔恨 那么官职俸禄 就在这里面了 有一天 子张跟随孔子 在陈 在两国之间被围困了 子张询问 如何才能行得通 孔子说 说话要忠实可信 行为要厚道恭敬 即使在偏远的异族他乡 也是行得通的 说话不忠实诚信 行为不厚道恭敬 即使在本乡本土 也行不通啊 站着的时候 就仿佛看见 忠信笃进几个字 并列摆在面前 坐车的时候 就仿佛看见 忠信笃进几个字 挂在车前的横幕上 坐到这种地步 就能处处都行得通了 子张就把这些话 写在树腰的衣带上 子张问 读书人怎样做 才称得上是通达了呢 孔子说 你所说的通达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子张回答说 在诸侯国中必定文明 在大富家中也必定文明 孔子说 这世文不是通达 所谓通达的人 应该质朴 政治 而且还爱好道义 善于审夺别人的言论 观察别人的表情 时常想着千功退让 这种人 无论是在诸侯国中 还是在大富家里 一定能通达 而至于文者 表面上好像追求人德的样子 而实际行动上 却违背人德 以人自居 并且心安理得 身心不移 这种人 无论是在诸侯国中 还是在大富家里 一定能取得名望 增申是南武成人 自子于 增申比孔子小46岁 孔子认为增申能够通晓孝顺的道理 所以传授他学业 增申写了一部《孝经》 增申最后死在鲁国 但台灭明是武成人 自子于 但台灭明比孔子小39岁 但台灭明的长相非常丑陋 他想拜孔子为师 但孔子认为他资质低下 他的学业结束以后 回到家中修身实践 做事从不走 邪门歪道 没有公事 就不去拜见清大夫 他南下游历到长江 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 他为人处事 虚舍进退 公正无私 名声在诸侯国中传扬 孔子听到这些情况以后 说 我凭借言辞来判断人 对宰宇的判断就错了 凭借相貌来判断人 对子宇的判断就错了 逆不齐 自子贱 逆不齐比孔子小三十岁 孔子评论子贱说 真是君子啊 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 这个人从哪里学到君子的德行的呢 子贱出任善夫的长官后 向孔子复命说 这个地方有五个人比我贤明 他们教给我治理都议的方法 孔子说 可惜呀 你所治理的地方太小了 如果治理的地方大些 那就差不多了 原先 自子思 子思向孔子询问 什么叫做耻辱 孔子说 国家政治清明 做官领取奉募 却无所见数 国家政治黑暗 也做官领取奉募 这就是耻辱 子思说 争抢好胜 自我夸耀 怨天尤人 贪得无厌 都没有显现出来 可以称得上人吗 孔子说 做到这个地步 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至于是否称得上是人 那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死后 原先就跑到荒郊野外中隐居 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 驾着多辆四匹马拉的车 拨开高过人头的野草 进入偏远简陋的小屋 探望问候原先 原先整理好所穿戴的破旧的衣帽 会见子贡 子贡 替他感到羞耻 说 您难道不感到耻辱吗 原先说 我听说 没有财产叫做贫穷 学了道理 而不能施行 叫做困顿 像我这样 是贫穷 而不是困顿 子贡感到惭愧 不高兴地离开了 一辈子都为这次说错了话 而感到羞耻 公也长 其国人 自自长 孔子说 公也长 是值得把女儿 嫁给他的一个人 虽然他曾经被关押在监狱中 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 孔子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他 南宫阔 自自容 南宫阔问孔子道 以擅长射箭 傲擅长行船 但他们都没有得到善终 为什么与和记亲自耕种 却能够得到天下 孔子没有回答他 子荣出去以后 孔子说 这个人是个君子啊 这个人崇尚德行啊 孔子又说 国家政治清明 他会被任用 国家政治黑暗 他不会遭受刑罚 杀戮 子荣经常诵读百规之殿的诗句 于是 孔子把他的兄长的女儿 嫁给了他 恭喜爱 自祭祀 孔子说 天下的诗人没有德行 他们大多数成了 清大夫们的家臣 在都城里做官 只有祭祀不曾做官 真典 自惜 真典侍奉孔子 孔子说 说说你的志向 真典说 当能穿着春服的时候 我和五六个成年人 六七个小孩子 在衣水里洗洗澡 在舞鱼台上吹水风 然后唱着歌回家 孔子叹了一口气说 我赞成真典的志向啊 言无谣 自路 言路是言慧的父亲 父子曾经先后 在不同的时间里 在孔子门下秋雪 言慧死的时候 言慧非常贫穷 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来 安葬言慧 孔子说 不管孔礼有没有才能 说起来都是自己的孩子 礼儿死的时候 只有内官 没有外国 我不能卖了车子 而不行去给他买外国 因为我曾经畏惧大父 所以是不可能徒步行走的 商渠 是鲁国人 自子木 商渠比孔子小29岁 孔子把周易传授给商渠 商渠传给楚国人 汉碧紫红 汉碧紫红 传授给江东人 脚子雍词 脚子雍词 传授给燕国人 周子家树 周子家树 传授给淳于人 光子成语 光子成语 传授给 齐国人 田子庄和 田子庄和 传授给 东武人 王子中同 王子中同 传授给 资川人杨和 杨和 杨和在汉武帝元朔年间 因为研究周易 做了汉朝的中大夫 高柴 自子高 高柴比孔子小三十岁 子高身高不足无耻 师从孔子接受学业 孔子认为他很愚笨 子路派子高 担任废义和后义的长官 孔子说 这是在残害人家的子弟 子路说 那里有百姓 那里有土神和古神可以祭祀 为什么一定要说 读书才算是做学问呢 孔子说 所以我讨厌那些 用花言巧语诡辩的人 气雕开 自子开 孔子让子开去做官 子开回答说 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 孔子听到后 非常高兴 公伯聊 自子周 子周在祭孙世面前 毁谤子路 子夫景伯将此事告知给孔子 说 季孙世他老人家 原本就对子路产生了怀疑 对于公伯聊 我还是有力量杀死他的 把他的尸体放在街头市中 孔子说 人一知道能够行得通 那是天意 人一知道将要被废弃 那也是天意 公伯聊能把天意怎么样呢 司马庚 自子牛 子牛话多 而且急躁 他问孔子 什么是人德 孔子说 一个有人德的人 他说话很谨慎 子牛说 说话谨慎 就可以算是有人德吗 孔子说 实行起来很困难 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子牛询问 怎样才算是君子 孔子说 君子不忧愁 不畏惧 孔子说 不忧愁 不畏惧 这样就能称之为君子吗 孔子说 做到问心无愧了 有什么值得忧愁 有什么值得畏惧呢 樊须 自自吃 樊须比孔子 小三十六岁 樊须向孔子请教 如何种庄稼 孔子说 我在这方面 不如老农 樊须又请教 如何种菜 孔子说 我在这方面 不如菜农 在樊池退出后 孔子说 樊须是个 志向浅薄的小人啊 统治者提倡礼仪 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他 统治者仁义有礼 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他 统治者诚恳守信 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真心实意地对待他 像这样的话 那么四面八方的百姓都会背着他们的子女来归顺了 哪里需要自己去种庄稼 樊须向孔子询问 什么是仁德 孔子说 仁德就是爱护别人 樊须又问什么是智慧 孔子说智慧就是能够了解别人 犹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 犹若说 礼的应用已恰到好处最为可贵 在已故君王的治国之道中 这是其中最高明的地方 但无论大事小事都照这条原则办理 有时也有行不通的地方 只知道和谐的重要 而一味地追求和谐 而不用礼去截止它 也是行不通的 犹若又说 遵守信约要符合道义 这样说出的话 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恭敬要符合礼仪 这样才能避免耻辱 有仰仗 而没有失去自己的亲族 也就值得尊重了 孔子死后 学生们都很怀念他 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 学生们共同拥戴他为老师 如同孔子在世时那样对待他 有一天 学生们提出疑问说 从前孔夫子在出行时 让学生们带上雨具 不久果真下雨了 学生们问道 先生是依据什么得知会下雨的 先生说 时尚不是这样说吗 月亮靠近避宿 接着就会下大雨了 昨天晚上 月亮不就是停留在避宿的位置上吗 有一天 月亮停留在避宿 结果没有下雨 商区的年纪很大了 但仍然没有孩子 他的母亲要为他另娶妻室 孔子派商渠前往七国去 商渠的母亲向孔子请求 暂时不要派商渠去七国 孔子说 不用担心 商渠四十岁后会有五个儿子 后来果然如此 请问先生 依据什么 知道会这样 犹若沉默着 无话可答 学生们起来说 有先生 您躲开点吧 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 宫西赤 自梓华 宫西赤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梓华出使到了七国 然有替他的母亲 向孔子请求给些小米 孔子说 给他一副 然有请求增加 孔子说 给他一鱼 结果然有给了他五饼小米 孔子说 宫西赤前往七国的时候 乘坐的是肥马拉的车 穿着轻满的皮衣 我听说 君子应该救济 有紧急需要的人 而不应该接济富人 乌马师 自自其 乌马师比孔子小三十岁 陈思拜询问孔子道 鲁昭公懂得礼节吗 孔子说 懂礼 孔子出去以后 陈思拜向乌马师做了衣 说 我听说 君子不偏思袒护任何人 莫非君子也会偏思袒护别人吗 鲁军娶了吴国的女子做夫人 给他起名叫孟子 孟子本姓姬 姬会以同姓相称 所以叫他孟子 如果鲁军懂得礼节 那还有谁不懂得礼节呢 乌马师把陈思拜的话告诉给孔子 孔子说 我孔秋真是幸运 如果有了过失 别人一定会使我知道 作为臣下和人子 不能说君上和父亲的过错 为他们避讳的人才是懂礼 梁瞻自书于 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严姓自自柳 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阮儒自自鲁 比孔子小五十岁 曹旭自子寻 比孔子小五十岁 伯浅自子西 比孔子小五十岁 公孙龙自子十 比孔子小五十三岁 从子十以上共三十五人 他们的年龄 姓名以及授业情况 明确地建于文献记载 其余四十二人 没有年龄 以及不建于文献记载的 注录在下面 冬孔子自自鲜 公祖俱姿自自制 秦祖自自南 七雕多自自脸 颜高自自娇 七雕屠夫 让四翅自自突 上则 十座属于子民 任不齐自悬 公粮如自自正 后处自自礼 秦染自开 公下手自成 戏荣针自自息 贡坚定自自中 颜祖自乡 乔丹自自家 聚景将 汉浮黑自自所 秦商自自批 申党自周 颜知谱自书 荣祺自自齐 县城自自齐 左人影自行 燕集自私 郑国自自图 秦飞自自知 诗之常自自横 颜快自自生 补书城自自彻 原抗吉 乐开自自生 连结自拥 书仲慧自自欺 颜合自然 嫡妃自息 帮训自自脸 孔中 宫兮于如自自上 宫兮真自自上 太史公说 在后世学者中 有很多人都称述孔子的七十个门徒 在称语他们的人之中 有的言过其事 在毁谤他们的人之中 有的损害了他们的真实形象 但谁都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真实相貌 议论和说明孔子门徒世纪的材料 来自孔氏古文中的 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我收集有关孔子弟子的姓名 言行等情况 全都取自 论语中的弟子问答 把他们编排成一篇 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着